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Sally 我是Yvonne 你叫你第一次直播 真的 哇第一次直播 謝謝大家的 看這個Live 哇你真的很 很穩耶 那你像第一次直播 沒有啦 拍誰喔 ok 今天呢我們在金鳳家 就是認識到金鳳姐 金鳳姐的好朋友 ok Sally 原來才問了知道 才知道 他穿的阿羅拉 Pen 阿羅拉衣服 跟阿羅拉襪子過後 全家人都受益 所以就快點開播 因為Sally想要把這個好消息 分享給大家 對不對 對 ok Sally想要知道 你幾時開始穿這個褲子啊 我如果沒有意外 應該是MCO之前吧 2021吧 3月份還是2月份 那你是幾 你是為什麼會穿這個褲子 因為我在2018年的時候 我在家裡要塞 要收衣服 我滑倒 我滑倒 然後整個人這樣 坐下來 傷到我的 呃 雞吹狗 第三或者第四節啦 ok 然後過後你有去看醫生嗎 有 我個天就痛到不能走路了 我直接進三位 Medical Center ok 然後醫生講什麼 醫生講要開刀咯 哦 那你有開刀嗎 沒有 ok 你沒有開刀過後 沒有開刀回去過後你過後怎樣 哇 2018年到2021年 哇陸陸續續 進醫院 進三位醫院應該五次到六次 每次進差不多是四天三月 哦 因為痛 啊 痛到不能走 哇 這樣 最嚴重的時候啦 痛到喔不能走 還要包pampus 哦 這樣嚴重啊 對 對 然後走路那個金鳳姐講你是一拐一拐走了 不是一拐一拐 我像老太婆這樣玩下來走 哦 這樣 ok 然後過後你是 過後有朋友介紹你 有 剛好 本來我在2021年的時候 我已經決定了要開刀 要做手術了 ok 但是因為那時 covid很嚴重嘛 so 要在那個PCR 我很怕嘛 很怕痛的人嘛 so我就延遲 我就不順喔 因為那時 我在想我手術 一定要有人 在醫院可以照顧我嗎 對對對 然後就這樣子 機嫌之下 剛好我的 故障的 大哥的那個書記 他做 阿羅拉的 然後 他就發在朋友籤 也是貴人啦 也是遇到貴人啦 因為以前 我進醫院那時候 他們 叫我 介紹我這個阿羅拉班 我表姐 我小姑 很多人很多人都介紹我 但是我就不相信 我就以為是一間書庫罷了 這麼這樣神奇 我是腰痛呢 然後就是不相信喔 然後 在那個時候 我決定要開刀的時候 剛好我在Facebook 有一個陌生人 來教我 他講 他是 過我看他的主頁 原來他是 賣阿羅拉班的 然後我就刷來看 刷 刷他的主頁全部 來了解啦 ok 之後的時候 以令我的 大部的那個書記 他發在朋友籤 我看到有一個 小學生 那個骨頭已經是S型了的 ok 然後我就問以令 這個時候 我就相信了 我就問以令 又看到那個 莫生FV那邊的 莫生朋友 的那個 見證 然後我就抱著 抱著 嘗試啦 嘗試的心態 抱著嘗試的心態 如果是之前的話 你一定是沒有 因為人間沒有混席 就不想要穿 對 那時是因為 真的想要開刀 就摸到下 看能不能好是嗎 對 你直接買一下 褲子衣服襪子 ok 那時以令就跟我講 如果像我的骨頭 已經歪一邊了的 我最少要買兩件 然後要穿24個小時 這樣你是每天穿著穿 啊我每天有穿 然後之後以令 我睡眠也不好嗎 因為我有吃安眠藥的 我睡眠也不好 然後以令就介紹我買衣服 買襪子 啊剛好那個時候 也有 我就這樣子買咯 之後因為 我的媽媽 她膝蓋也是痛 我媽媽也是有買 買兩件 然後我的妹妹她做電話店了 一天要站12個小時嘛 她腰也是痛 之後她也買兩件 然後我弟弟也是有腰骨酸痛的問題 也是買兩件 襪子她們都有買 啊就這樣子 ok這樣你穿多久 我頭尾啦 我穿24小時 啊到到我腰直 來回應該是 啊45天 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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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天過後你的腰 完全直了 哇真的是很棒很棒哦 所以真的是 這個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就是貴人 剛好出現在你的人面前 然後你就抱著嘗試的心態 對 所以你們全家人都因為 阿羅拉的受益了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也很相信她 對對對 因為沒有想過 這個阿羅的褲子可以帶給你健康 對 以前我就是 就是 復健話講 Tiki啊你懂嗎 Tiki 就是不相信 一件 一件束褲罷了 腰會好 就是 那時 小姑啦 那個 表姐啦 伊令啊 很多人 很多個人 跟我分享這個阿羅拉 但是我就是 Tiki 不相信咯 阿結果到到最後一 沒有選擇了 因為那時 我要做手術 要做PCR晚怕嗎 然後又不可以照顧病人嗎 阿這樣 這樣幾天之下我就抱著 沒有辦法咯 嘗試的心態哦 嗯 所以真的是很開心哦 對 所以我們就是